OK 那我們來到第三場比賽 台灣B隊對上博更地B隊 這場比賽也是游牧 這也是台灣隊最拿手的遊戲類型 台灣游牧是很常在打的 但是也是偏娛樂性質 但我個人覺得台灣的一個游牧歷程 也算是接近了蠻久的一個時間 至少已經延續了兩三年 都一直有在打游牧的狀況 所以我個人認為台灣游牧的實力是 偏向於其他國家是偏強的一個 玩法 我們就來稍微期待一下 雙方的一個博弈吧 好 由於已經到第三場了 我的聲音開始有點啞掉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個喜歡 跟這個按個訂閱 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超級感謝來支持我 繼續做這個國家背比賽 畢竟一部影片我也是要播一兩小時 這個時間其實有點長 其實打到後面 我每次播完國家背 我的喉嚨都有點啞掉了 現在其實真的是已經啞掉了 那還請大家多多支持 這個國家背系列的影片 好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綠色 綠色是我們的台灣選手 Lichia Lichia的話也是高手 那他打油木來說也算是蠻強勢的 那他選擇是伯根蒂的話 伯根蒂前期經濟會蠻不錯的 而且但是蠻開個開局的方式 通常打油木的話會直接挖石頭 然後去打馬上清裝兵 來做一個前期的優勢壓制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下一個隊友是米奇大師 選擇是藍色 那藍色選擇意大利的話 這個好處是 隊友可以使用傭兵 傭兵是一個早期可以前期 就可以生成的一個主力的步兵單位 到這種 其實這個油木來說的話 因為前期資源蠻稀虧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極戰力的話 傭兵來說是相當好用的一個選擇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瑪莉 哇 羅莉這邊是選擇瑪莉喔 那瑪莉又可以使用傭兵的情況下 這個傭兵的防禦率是非常高的喔 那我們再上一部影片 有看到有其他的國家 國家隊友也是用這個打法 瑪莉配上義大利 讓這個傭兵的遠防非常高 有點像是高遠防的哥德衛隊 防禦稍微弱了一點的哥德衛隊 但是比這個跑速 還比哥德衛隊還要再高上一點點 所以瑪莉這個打法算是比較驚艷一點喔 這個傭兵瑪莉的部分 那瑪莉部分的話 在這個城堡時代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騎士 騎士跟駱駝 都是相當便宜有折扣的部分 好 我們再來講最後一位隊友 是我們的KW KW是選擇了越南 越南的話也有這個團隊加成 隊友可以使用帝王戰矛 那這也算是比較後取 對於比較用的東西喔 越南的話比較強勢的地方 是攻兵血量多 所以投資車一發 基本上不太能打贏越南的 所以這個前期的壓制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對手 對手是選擇了孟加拉 孟加拉團戰來說雖然很強 但是對於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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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還有是投石車 這些種種藝術加起來 讓朝鮮來說 並不是在油木來說是一個比較弱的文明 反正是有點偏強一點點 好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下一位是波斯 波斯的話在油木來說是一個比較中規中規的存在 因為他這個TC的還有這個碼頭的生產速度 工作效率是好上很多的 所以來經濟一爆來說的話 波斯是一個首選 後期可以打油俠還有波斯工兵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戰術選擇上來說也是比較OK一點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文明 是選擇了這個葡萄牙 葡萄牙人的話最大優勢戰艦 血量很多 而且所有的黃金 黃金單位都會減20%的費用 所以到城堡時代可以打風琴砲或騎士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海上部分也可以打弩炮戰船 那沒意外的話紫色就是會選擇來打弩炮戰船的可能性 再偏高一點點了 好 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雙方的戰術選擇 那大家一開始都有捕魚的 那這個捕魚的細節就是一開始就要先下碼頭 那碼頭下完之後就趕快去挖木頭 然後只要肉不斷就可以了 不要斷村 然後一直趕快去挖木頭 多按一些魚船 那通常不會按到超過5到6燒 最多就6燒就緊繃了 那就會趕快存木頭 去存資源去出這個 弩炮戰船 不是弩炮戰船 還有這個戰艦部分 去防守 或是騷擾對方的一個魚船的部分 所以這邊只要看到誰的魚船按越多 就知道他是要來氣海 直接要來吃一波 那有可能是這樣子 或是隊友旁邊在旁邊而已 就可以知道有可能隊友是要來打海 然後這裡可以不出海 魚船就可以多按一點 這就是比較偷假寶的一個玩法 是不太建議啦 很容易出事 好 好 艾納多人今天要送到封箭實彈 那蘿莉這邊第一時間是上到了封箭 但蘿莉這邊是沒有捕魚的關係嗎 欸蘿莉是不是沒有捕魚啊 有有有他有捕魚 我想說沒捕魚怎麼可以上這麼快 好 在這邊有點保護式沒有看到 好 兩個碼頭 OK 雙碼頭 那專家也在出了 那蘿莉這邊選擇是六艘魚船的一個開局方式喔 比較正常一點 好 那戰船也是馬上補下 那隔壁呢 朝鮮就在隔壁補魚喔 那右兵也是喔 那目前蘿莉是直接被包夾的狀況 欸 但是這邊戰艦早就已經出來兩艘了 第一時間趕快再補一艘下去幫忙 好 那這邊直接把對手的魚船稍微拉了一下 那這邊台灣隊打魚船的部分的人是蠻關鍵的喔 那KW會不會幫忙打呢 這也是個問題 好 KW是決定不打 好 那這個 對 他決定不打 綠色呢 Lichia也不打嗎 Lichia也不打 紅色呢 紅色DS 這個對手應該會打吧 這個是波斯 波斯也不打 OK 大家都不打好啊 大家都不打海啊 沒有關係啊 大家都擺爛啊 呵呵呵呵 笑死 好 沒關係 那孟加拉這邊是有選擇出血火戰船來防守了 好 該防守來消防喔 好 那現在有三家文明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這三家都是不打海的 唯一有打海的喔 台灣隊的蘿莉 這個瑪莉跟孟加拉還沒有等城堡 基本上大家都點上城堡時代 要來打一個 陸地上的進攻方面的一個問題了 好 我們這邊稍微把顏色 稍微這樣子喔 變暗暗一點了 看一下這個顏色區分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一個狀況 跟這個距點分佈喔 那目前 這個阿根廷隊的一個聚集方式喔 是比較穩定的 四家都的距離都靠蠻近的 那台灣隊其實也是喔 那這邊外加部分 首當其衝的是這個義大利喔 義大利是外加的話 可以比較有選擇是趕快挖城堡 去防守一下比較好 那出這個勒納爾弩手 也是一個腦人的存在喔 對方的騎士會相當難打 好 那中間青色的越南的話 這邊可以考慮出大象 越南這個帝王的 這個大象血量很多喔 可以到420D血喔 那這是比較後期的部分喔 那前期還是可能會出攻 並做一個防守 那越南其實也是可以打馬攻的喔 所以我也蠻期待 KW會不會來打馬攻 做一個操作喔 好這邊射一射 但是沒有控好 被燒掉了一些戰船 戰船戰船趕快補一下 補一艘 出來防一下 好那這邊波斯到城堡時代 現在轉出了火蒙桶 開始要來做反擊喔 就是火蒙桶火戰船了 好 波棍地 這邊是選擇了下了一座城堡 大家都是有挖石頭蓋堡 果然是這個打法 上層挖石頭蓋堡 但是這邊蓋堡可能有點輸對手的感覺 朝鮮直接想要蓋個臉上堡 來打對手的TC 但是這邊蓋城堡數量的人不夠多 現在要追上可能還需要一點距離 兩邊的時間差了大概一點點 但是台灣隊這邊見到速度已經跟上 兩邊大概只會差了大概5%左右的時間 城堡時代一 城堡一號可以趕快來射這些村民 哇 這邊距離感情趕快按下這個製暴桶 對 炸鴨桶趕快按 這邊誰能打下來 用炸鴨桶打下來誰就贏了 好 砰砰砰 開炸開炸 那這邊要按炸鴨桶的話 肉跟黃金是非常重要的 欸 這邊有點失誤 炸鴨桶居然出來是跟村民一起往後面跑進去了 這邊回去很有可能會被射掉哦 好 這邊進城堡 OK 再出來再炸個一波 但我覺得有點危險哦 因為現在是村民不能到後面射的 不能後面去後面修理的 會被射死 所以炸鴨桶誰能先把對方的城堡給炸掉是個重點 哦 這邊居然還出衝車 完了 沒了 這邊第一時間台灣隊炸鴨桶出的比較慢一點 衝車也比較晚 看來這一波進攻 鴨桶地堆拿下十足上的優勢了 好 孟加拉這邊稍微擋住了這邊進攻哦 橘色這邊也是直接出海防守哦 沒有這樣坐以待斃哦 開始做一個夾擊的動作 那戰船數量還是蠻多的 但也快到了城堡時代 大家的海上也是稍微小打響哦 那陸地方米奇大師基本上已經算是潰敗狀況哦 哇 這裡居然好像村民在那邊搞 想要蓋木槍 哇 這邊村民有多米在動 米奇大師有點慌了 這邊投車出來可以稍微也下衝車了 雖然城堡打輸了 那韓國這邊馬戰車一出來就很難慘了 好 那果不其然 葡萄牙轉出了自己的風情砲了 風情砲這邊城堡實在壓力也是很足夠的 那越南這邊選擇出屯甲工兵哦 工兵開局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那後方的伯恩蒂 伯恩蒂還在出這個馬上輕裝兵哦 那馬上輕裝兵可能是最有效 去解決對手風情砲的一個打法 但是要特別小心哦 這個森綠哦 所以這個葡萄牙打的蠻穩的 出門前還不忘記要帶森綠出門 這個是相當細節 好 那這邊開始擋不太住了 這邊馬單車直接來打 這邊投石車 投車有點難打 而且這邊騎艦啊 可能有點難打 哇 我覺得米奇是不是直接被滅了 這個沒救了 哇 米奇 耶 米奇大師 沒了 量掉了 這個直接往後搬了吧 這個再繼續打下去 凶多吉少 這裡最好是趕快後的車哦 休明蓋TC哦 趕快復國 村民不要損失太多 只要即死哦 留住大量村民哦 復國速度還是很快的 哇 這個直接用村民去扁他 是什麼意思 這樣也爽 這邊堅持不後撤 好 這邊敵掉房子 讓隊伍可以直接從這邊過來 拯救一下米奇大師 那米奇大師的一個血量非常低哦 村民數已經佈滿了25隻哦 只剩下24隻的村民 那目前台灣隊其實有點慘 感覺過得不是很舒服 海戰方面 雖然蘿莉一直有在出戰船 但是痛擊對手的部分 並沒有非常明顯 現在中午有打到一些魚船了 很好 那海戰部分 台灣隊是有拿到一點小小的優勢的 好 那右側這邊 戰船部分也是在秀 那蘿莉這邊一個人打三加海 是非常努力的 第四加在這裡 沒有時間可以打過去 那這邊要突破破斯的屏障 才可以盡情的去打 好 那目前台灣隊 奇大師稍微有點呼吸了 好像有點極限守住的感覺 兩台馬戰車 那待會這邊黃金要稍微補一下 山旅再繼續按一下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目前朝鮮兩台馬戰車 直接騷擾到的東西也是蠻多的 著實有傷到米奇大師的一個經濟狀況 好 下方的風險帽繼續補了過來 那家裡的一個問題慢慢解決掉 但是後方有這個大量的清裝騎兵 開始做幾個集結 但數量上感覺不太夠 現在過去的話絕對是會送給 送給對手白給的 後面搭上越南的藤甲攻兵 可能就有機會了 雖然攻兵打這個風情砲來說 傷害並不高 只有1滴只有4滴血的傷害而已 但是這個主要去打對方的一個 山旅來說是相當好用的 山旅直接倒地 好 找到一隻 好 這邊騰甲攻兵打的還是不錯的 傷害很高 那一般的攻兵來說 騰甲攻兵是多一攻的 傷害其實真的蠻痛的 好 騰甲攻兵這邊再秀個操作 全部秀完嗎 哇 直接射爆 好 這邊清裝騎兵騷操了一波 左邊宰個毒口 馬戰車也來防守 那現在三加防守方面是 由孟加拉打外加 然後 葡萄牙 他有這個朝鮮 三加做一個 外加扛動作 那波斯就負責打海戰 海戰然後守住紫色的漁船 但這邊漁船從左邊繞了過來 想要來直接燒 哇 這邊很心機喔 從另外一邊繞了過來 波斯這邊戰船沒有意識到 戰船都在下方這邊擋 那波斯這邊要小心他 他這邊城堡時代會弄得非常快速 哇 你看這個TC數量 直接94村 全場最高果然是波斯 那我個人第二推的文明 就是波斯這個文明 我新手時期的時候 很喜歡玩波斯 因為那時候 天空熊叫我練波斯 他說你波斯只要練得好 TC不斷的話 不斷村 然後又可以出兵打架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個 不算是新手 所以我也蠻建議的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練四義帝國的話 可以從AI開始練習 然後可以去練波斯 3到4的TC 不斷村 然後後面轉出騎士 跟大量遊想 去做一個練習 算是一個比較 比較實際的一個練法 就是練得爆經濟的基本功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玩家 不太會爆經濟 尤其是玩到後期 後期就很容易後繼無力 大部分的玩家還是比較會打這個潛血 像什麼封建快攻啊 城堡寶推啊 這種比較 前期會打的戰術 或是升頭戰術之類的 就是單純的控兵 然後直接做情形 給就所壓力的打法 台灣人是比較擅長這種戰術的 但是我覺得 真正的四季 這種頂尖高手 他們最強大的地方 是他們的經濟很強 經濟強之外 這個超兵跟控兵 跟反應速度 也是數一數二 才可以到這個頂尖的一個成果 那台灣人的一個玩法 都是比較偏效於這種前行 就是前期就是開戰 然後導致他們後期一個練習 感覺練習度是不太夠的關係嗎 我也不太確定 就很明顯 台灣人的後期經濟是很慘 而且連復國來說 都是比較困難一點 感覺是有點 區別出來的感覺 好 那台灣這邊果然 哇 這邊直接燒爆了 潑洛斯的漁船戰戰全部毀滅了 那台灣隊拿海拿上了一點優勢 但是沒有繼續產出更多的漁船 大家來打這個正面打的有點困難 開始有點打不太為虛的感覺 但是這邊潑洛斯經濟已經非常好 上到了帝王時代 中央騎士洞已經好了 三級伐木 跟一級攻擊點下 待會就要來轉出遊俠的升級了 那遊俠升級的話 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這邊的話 再拖一點時間也是沒問題 這邊趕快產出巨型頭時機 要來拆城堡 因為這邊第一上帝王時劍是潑洛斯 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推薦潑洛斯的原因 好 那潑洛斯這邊 待會遊俠出來可能就很難打了 那第二個點下帝王時代是這個黃色 黃色孟加拉也是 TC大暴農異部 上到帝王時代春迷樹 可以再補個一次 待會再加上 孟加拉的大聖佛教 好 點完之後春迷樹的佔人口數又可以少10% 150吋的話 只會佔用135吋人口 那剩下多出來的人口 就會出這個象弓 直接來扛住前線壓力 那目前伯格恩帝的這邊城堡壓的月壓前面 直接蓋出一道防線出來 給台灣隊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那米奇大師這邊要復國來說 還是比較偏困難一點點 原來這邊TC雖然一直有在幹 但是他第一時間首當其抽筋關係 所以還是有稍微做防守 好 那不太確定現在台灣隊要怎麼打比較好 因為現在台灣隊的問題是經濟更不太上去了 伯恩帝這裡 雖然海戰已經打贏了 但經濟上來說並沒有非常優惡 哇 這個經濟一輸就很慘了 台灣經濟太慘了 60吋 差距60吋 這個就是經濟暴擊人工 我蠻意外的是Richa居然沒有農上去 Richa伯恩帝照理來說 他經濟應該是數一數二好的才對 但怎麼感覺Richa經濟有點慘 這個帝王時代還沒有點下來 然後什麼都沒有的感覺 是這個馬上輕裝逼出太多的關係嗎 好像是耶 出了19隻 但這19隻並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一直守在家裡 對頭這邊風情暴力出來 這種騎士也打不太矮 地龍時代也沒點上去 這邊還是石頭挖太多了 太確定了 太多因素了 會影響這麼多 經濟上的原因有太多因素在 好 那有遊俠動點修來了 波斯這兵遊俠一出來之後會不會貼滅地 遊俠直接無人能擋 那順帶一提喔 波斯可以出遊俠之外 也可以出重裝駱駝 所以這個戰術選擇就相當彈性喔 不像法蘭克192遊俠 他沒有駱駝可以用 有點稍微被克制住 雖然血量上來說是可以打贏對手 但戰術上選擇多一點的話 勝率還是可以稍微鐵高一些些的 好 那遊俠這邊一出來之後 空情報沒有跟上 所以不敢照進 而且後方還有一個伯恩帝的一個新的城堡 那這邊台灣B隊 不知道能不能打贏正面呢 這邊超險的馬彈車直接過來吸點傷害 因為馬彈車的遠房是非常高的 遠房是有五房的 而且血量也是150滴血 但是這邊是怎樣 直接控錯 直接變眼過去 好 這邊窄口大戰 孟佳的相公來了 相公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呃 待會 或是孟佳在領下這個派科技之後呢 相公的攻勢又再更快一點 那相公本身他的能力也是很強的 因為孟佳的大相公這個25%的傷害減免 所以戰毛兵或是疾病 戳到相公傷害並不會特別高 而且他血量本身又多 後面再搭上那些孟佳的森綠 在後面再幫這些相公補血 躲死會非常難打 好 這邊相公直接砍出傷害 你看這邊血量掉得非常慢 但是這邊越難的單位越來越少 那有人會說 欸呢相公要怎麼打呢 相公的話最好是用這個火砲 火砲這艘頭石之後直接硬砸 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要轉出大量火砲跟頭石車的話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跟經濟 因為你勢必要正標儲兵黨之外 還要再轉出這些頭石車經濟跟火砲 是非常傷的 所以台灣隊在基礎經濟上已經不好的情況下 又要去打這些工程器的話 其實是蠻難達成的一個目標 好 那這邊 伯恩地 不是伯恩地 阿甘廷這邊有個細節喔 這邊相公去前面坦傷害之外 後面風情報在後面無情輸出 那有小的一個目的喔 一直在這邊徘徊是要來保護軍運投石機之外 還可以保護隊友的這個風情報 讓他們在後面可以安全輸出 那投石呢 投石器也可以再進行進攻 那這個是相當一個好的一個策略喔 身為一個馬國就是要保護隊友的一個遠程單位 是一個細節 好 那左邊這邊米奇大師慢慢被入侵了進來 馬戰車也是稍微殺了進來 那米奇大師義大利這邊並沒有忍出太大量經濟喔 帝王時代也沒辦法點下 那呂卡到了時間12分鐘的時候 公公點下帝王時代 但是目前是城堡打帝王 而且這裡沒有太多的空間可以讓騎兵一致排開 能速出的空間變少趕快滴一下城牆 有在滴有在滴 滴完之後才發現幹打不贏 只能撤退 尷尬 把城門全低了才發現打不贏 這個是有點尷尬的一件事情 台灣隊有點被逼到絕入了 這邊阿根廷打得很漂亮 相公數量很多 而且已經升到精銳相公了 精銳相公1點完之後 血量高達300滴血 而且攻擊力還有11 遠方還有6 好 看一下這邊的血量其實打得非常多 這邊台灣隊有點尷尬 這邊開始打不贏 伯根帝這邊是想要說跟隊友說到帝王再打 但是他帝王還有1分鐘 這一分鐘感覺是忍不及到飲料上去硬打 但是一打一結果就是送光了所有的馬上輕裝兵 那隊友瑪莉也直接慘遭滅國 伯伯 只是伯伯 瑪莉的駱駱一直出來 但是沒辦法擋住這邊大量遊俠 還是會被吃掉 哇 相公無忍能擋 這就是最麻煩的地方 我看似沒了 好 米奇拉斯這邊 終於狗座的左邊 但是家裡中間這邊 站向部分 完全擋不住 我看似沒了 後方還有大量的風型炮 哇 阿根廷這邊ban pin ban pin ban的還不錯 感覺有打到針對性的一些東西 好 達文隊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阿根廷B隊拿下第三場的勝利 這個遊俠真的是很狂 183 14加4 大家一定要去練一下波士 波士真的很讚 稍微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馬力這邊經濟是不錯的 波士這邊基本上是全贏 木頭少量輸了600木頭而已 聖物部分還拿到三個 這個就是波士基本功運轉的優勢 那我們就來進入第四場比賽吧 OK 我們來到了第四場比賽 台灣B隊對上阿根廷B隊 目前戰績台灣隊是1比2 阿根廷目前是暫時領先的比分 那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不是阿拉伯啦 這個競技場 那競技場的話是選擇了波士尼亞 波士尼亞在後期來說 確實在競技場來說 是一個首選的文明之一 還有賽爾特也是 那我覺得波士尼亞會更有彈性一點 畢竟這個榴彈炮的弱點實在是非常誇張 甚至比賽爾特還要誇張一點 戰術上選擇來說也是比較康德賽爾特的 好 那我們來照位看一下青色 台灣的隊友是選擇了 曲折羅倫 那曲折羅倫打競技場來說也是效果不錯的 有這個人型奴炮還有這個駱駝的加傷的一個效果 後期薩地利省下大量的弱 又可以拿去給隊友使用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接下來是選擇 這個庫曼 那庫曼在競技場來說的話也是 滿熱門的文明喔 因為封建時代就可以蓋城鎮中心的關係 可以讓他前期喔 早量爆出大量的村民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呢 就有這個村民的優勢喔 可以做出一系列的改變喔 經濟上的改變會差蠻多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哇 土耳其 土耳其外加的話選擇也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土耳其外加這個寶炊來說 給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沒有人沒有太多單位喔 可以在城堡時代喔 打贏這個火槍兵喔 一定要到城堡中期 甚至快要到帝王的時候 有這個大量騎兵喔 出來可以包抄 土耳其火槍兵的時候才有機會打得贏 不然你就算追到他的城堡下 他也可以躲到城堡裡面喔 他也可以躲到城堡裡面喔 然後做一個 易次元的時空速喔 直接到處一直 上城堡跟下城堡 然後一直瘋狂開槍喔 就可以把你所有的騎士給射死喔 這個就是土耳其最難產的地方 但取得帶著的是 土耳其是 並沒有垃圾兵可以打 只有這個大肉碼免費升級喔 那毛兵跟槍兵是不能升級 所以這個黃金喔 有給他加成20%效果 所以土耳其在競技場來說 是一個非常不弱的文明喔 而且還有這個火炮術喔 加2射程的火炮傷害 好 著實可以讓土耳其喔 讓這個 在團戰來說 或者是在競技場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我們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選擇的是馬來文明喔 那馬來文明在競技場來說 最大特色是免錢的雙手劍兵喔 再來是強弩跟便宜的大象可以打 那在一個外加的情況下 打強弩的情況是居多的喔 那如果是遇到土耳其外加的情況 那馬來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來插城堡 把自己的主經守住 能拖多少時間就拖多少時間喔 是最好的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 阿根廷 阿根廷這邊選擇的是 立陶宛 立陶宛那一家的話 要注意列提斯喔 列提斯只要拿到四個聖物喔 攻擊力就可以加四攻喔 那取得呆子的是 他由於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至少要減到兩個聖物喔 才可以讓他的攻擊力喔 補平這個三級攻的一個加成傷害 好 那我們來看黃色 黃色是選擇的這個是條盾 那條盾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 農田很便宜喔 到後期喔還有這個遊俠可以用 而且是近戰防禦非常高的遊俠 但是缺點是沒有跑速 但取代的是讓他沒有跑速 但是有這個抗招響的能力喔 所以到了後期遊俠有抗招響的能力 其實也是不錯的 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嘛 他跑速慢了 龍被招響掉 但是如果有這個抗招響的話 條盾就稍微會補強一點點 那比較值得注意是這個鋼鐵甲的部分喔 可以用在衝車上還有投死器上喔 工程單位的一個防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也可以打這個條盾武士喔 進入衝車上的琴壓打法 但這個打法不常見喔 因為需要大量手術 還有這個經濟科技要派腦 是非常耗費一個手術跟經濟的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就來看紅色 紅色選擇的是硬家 那硬家來說的話我會比較覺得打一個快攻喔 老英飛的戰術比較好 因為他比較適合強軍士喔 哇你真的是要來打強軍士嗎 要來插寶嗎 不對啊這個時候插什麼寶 還是要打塔公公 那競技場還有個招式 塔公公就是前線插箭塔 然後後面上下這個射箭場 然後去給對手壓力喔 讓對手上城堡時代慢了一點 然後讓對方甚至沒辦法挖石頭 然後讓對方沒辦法挖石頭 就很容易不會有城堡出來 就不會有寶兵喔 哇那看起來 馬來這邊是要來打塔公公喔 而且這邊蓋箭塔的人數非常的多 八個人蓋箭塔 我的天 哇結果突而起這邊 有機會可以直接安全上去嗎 好這裡趕快補房子 這邊這一排要趕快補囉 那我覺得這邊 米奇大師有點小小的失誤囉 這邊不應該用這麼少量的村民來蓋喔 我覺得還要再多拿一點村民來蓋會比較好 對對對對對 後面這邊對對對 這一頭過來就對了 好那這邊就失誤不大 這邊吃了一點多傷害 這邊殘血的可能要拉回去喔 這個半血的 對對半血的拉回去 這邊一定要硬蓋喔 這個不硬蓋的一定會出事的 好那這樣子 馬來的一個意圖喔 就賺到了 他就是想要看到對手來硬蓋喔 然後自己喔去 這樣自己就不會傷到太多 好那這邊城門快要被打破 但是三棟房子都蓋好了 可以擋第二波 但第二波要怎麼繼續擋也是個問題 但是這一段時間期間喔 就有機會可以上到城堡時代了 好那這邊 左邊也是打一個塔公共嗎 沒有打塔公共 直接村民直接殺進去 那以前的硬架是封建時代 就可以吃到兵工廠的科技加成喔 現在現在是要到城堡時代 才可以吃到這個經濟加成喔 算是Nerf喔 不是經濟加成喔 兵工廠的工房加成 好這邊也補一個箭塔 好這邊中間直接打破 想要打破中間的房子 但後面馬上補不下了 這邊的房子來說 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好那 重點來了 這邊要怎麼守呢 直接洗個箭塔嗎 好這邊建塔起的不錯 但是這邊會直接被入侵喔 完蛋 米奇拉斯這邊防守出了一點問題 這邊城門可能會蓋不起來 因為村民可以直接打爆 哇果然被打爆了 尷尬 被遛了進來 米奇拉斯這邊要怎麼繼續防呢 而且這邊還投資了一根石頭 釣望塔的關係 導致現在上城堡時代也沒辦法 立刻蓋下城堡 這邊你只敲一下 對手還是可以馬上敲出去的 這邊 防守來說還是有點微妙 補下冰空場 那後方...哇這邊在砍冥羊 太狠了 黃金沒挖 沒有黃金 喔有 後面有黃金 肉類還缺了一點點 看要不要靠買賣 去上到城堡時代 不然米奇拉斯這邊封建時代 直接跟對方開打 我覺得不是一件好事情 直接把大量村民直接挖到後方去挖黃金 就不錯了 這邊該回 又哪到一村的擊殺了吧 哇...直接死了一村 後面挖黃金 村民直接被收掉 哇...結果左邊這邊 夜影家也直接深入到了這個地方 但是...這邊蘿莉喔 守得還不錯 後面也直接圍了起來 有人會說 欸那招怎麼擋啊 這個擋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出頭車反制 再來就是直接封建時代出攻兵 讓對手的村民 沒辦法繼續往前升差 那這個做法的話 比較偏向於單挑 那在團戰來說的話 還是比較容易喔 升這個直層 上坨車打會更快一點 這邊直接想要騎個箭塔 但是這邊有工兵稍微做騷擾 這邊雙箭塔直接... 騎了起來 那米奇拉斯這邊的打法 算是...比較穩定了 可以點這個城堡時代 這邊城堡時代沒辦法點嗎 他這邊一直狂暗村民 我以為他會停村耶 我以為他會停村耶 這邊不停村的話 米奇拉斯 著實被... 騷擾到了 但這邊打得還不錯 稍微頂住了對手 直接應該卡的一個慾望 那一家的修道員 取得羅人要來出這個工程戰像了嗎 工程機制造所也補下了 工程戰像待會就可以往前頂 唉唷...已經有出了 早就頂掉了 這邊開始直接頂 箭塔直接可以頂光光 問題不大 那這邊箭塔一沒有的話 這邊進攻就會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問題核心是出現在 米奇拉斯這邊 這個土耳其人要怎麼去防守下來 這個...箭塔 那待會上到城堡時代的話 城堡可以插這個位置 直接收掉三根箭塔 是比較好的 這個位置是首選的 那這邊馬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按村民 然後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開始暴農一波 讓對方城堡出來之前 趕快在家裡補下一座城堡 再做防守 基本上馬來就可以活了 那我覺得馬來這個戰術 打得相當不錯 拖到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這邊騎士出來了 很尷尬 唉唷...孟加拉的孫侶呢 孫侶直接被收光的樣子了 後方沒有生侶 這個... 伺候應該是有收掉一些單位的 唉唷...三殺喔 三隻生侶都被擊殺掉的樣子 好...條盾騎士過來 那條盾騎士的好處就來了 這邊出騎士也是可以有效打擊對手的生侶 這邊...生侶雖然可以招騎士 但騎士有抗著響能力 所以不太好招著 那這就是條盾喔 城堡時代的一個小小優勢 好...這邊劍塔持續在騷擾連環塔 再插個一波 想要來直接控食 好...結果這邊直接漏兩隻騎士進來 直接爆凱因波羅利的村民 尷尬尷尬尷尬 這邊能打得下來嗎 好像有點極限 好...那目前看起來台灣隊還是有點難打 目前... 所以城堡時代要點下去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城堡時代要點下去是非常困難的 稍微好要再一段時間喔 才可以點下城堡 好...那終於隊友用了這個戰像 加上僧侶直接往前 想來幫忙拆這個劍塔 那孟加拉的生率喔 一開始就有這個三防效果 所以吃到箭矢的傷害的時候也不會這麼痛 但是一件好事 好...那庫曼這邊終於出關了 城堡時代一上 這個經濟來說是第一名 好...62村 欸...但是對面立陶宛也是直接開農 4TC直接農起來 那這邊生物有在撿嗎 修道院有 OKOK...生物趕快去撿 那立陶宛這邊就可以趕快擴大 至今拿到生物使用列提斯的一個使用權 對手這邊馬來圍得非常快速 直接把地理圍死 騎士沒辦法第一時間把村民給抓走 好...那這邊家裡補下了一些單位喔 長槍兵跟老鷹 那三根劍塔的少爺不敢直接冒然的往上督喔 這邊是選擇直接要去督對手家嗎 但是... 這個...這個硬架喔 直接把外圍的木頭 石牆喔 用後面直接用房子圍死 他相當有意思耶 知道上面進攻已經可能要失敗了 這邊趕快去圍一下 這樣就可以爭取夠多的時間喔 好...那果不其然 米奇大士喔 在這邊開下了一個城堡 那這個城堡位置還不錯 這兩根劍塔可以直接收掉 這根劍塔有點遠喔 不太確定會不會打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少爺這邊 騷擾進來一波 這邊雖然點下城堡時代 但有機會可以升級好嗎 時間還有70%才可以升級好 但是這邊撞TC的速度是相當快速的 後方村民還可以做補血 後生女可以做補血 好...這邊刺猴過來 這邊還有綠色的騎士 哇靠...庫曼騎士 直接鑽到這個黃金礦裡 直接來種川家了嗎 哇...TC來不及休息啊的感覺 這邊大象直接要頂爆 城堡時代的升級還有60% 哎呀...直接被頂掉了 應家只能被鎖在封建時代 沒辦法升級了 這邊要來逃跑有點困難 這邊騎士...欸這邊騎士在...在沒做事 這邊一直去追...這邊落逃村民 那家裡的村民直接繽紛兩路啊 有些人躲到了...箭塔裡面喔 這邊想要直接搜村 搜到這裡 看起來是有稍微有踢倒跑了一下 有些村民還是順利的逃跑了進來 好...贏家直接被宣告滅國 那土耳其終於可以出火槍兵了 這土耳其火槍兵沒有控好 直接往外派 哇靠...這個... 可能會被射死喔 哇...16滴...9滴 喔...好險好險 好...土耳其火槍兵有限已經走出來了 那這邊火槍兵喔 第一時間可以去開槍動作 但是如果對手直接出這個僧侶 然後再使用神聖思想 就可以稍微反制對手這個火槍兵的一個... 控制喔 因為火槍兵的話 射程來說是...不遠的 它只有8射程 那僧侶的招響距離是9射程 多一個射程 所以如果... 米奇達斯的反應夠快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阻止對手的僧侶喔 但是如果數量太大的話 還是勢必喔 可能會大量被招走 那這個是... 米奇達斯待會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那立陶宛終於點下帝王十大 第一個上帝王的是立陶宛 那由於庫曼這邊是有出兵幫忙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上來說 並沒有像立陶宛這麼好 好...那現在列提斯 拿到三個生物 攻擊力直接加3 那第四個生物 不知道哪時候才會拿到 好...有拿到了 哇...立陶宛攻擊力應該是...全滿了 好...這邊火槍果然第一時間 還是可以稍微反制掉對方生女的 除非這邊是用極限距離去做著想動作 但這邊只要稍微往後走 讓生女多走一步 火槍兵還是可以擊殺掉生女的 好...台灣隊這邊...KW 用大量的騎士淹了過來 這邊是打算沒有上帝王十大的樣子喔 這邊要來直接深入立陶宛 立陶宛這邊剛上帝王十大 第一時間是出了很多的列提斯 後面這邊招翔一波 欸唷...招到了 啊...招得不錯 好...那條路人家裡也是單純載農 而且劍塔的數量有點多 好...這一波開戰 列提斯上去想要硬戳掉戰象 但戰象第一時間沒有倒地 反正是...有點被拉了回來的血量喔 好...列提斯大會可能會再從這邊出來喔 去包橋戰象喔 這邊生女要直接往前走嗎 不然不往前走可能會被直接送光喔 直接招一下... 唉唷...直接招...來不及 但是城堡還是很痛 生女要被射光啦 哇靠...這裡一千金直接沒有欸 這個少爺送生女這個行為感覺不太好 好...城堡還是直接順利被頂掉 但是已經脫掉了... 生女的一個著想的威脅 大量的列提斯直接被騎士包夾打住 這邊有更多村民從上面走上來 本來是要來蓋建築物 但是被後面米奇大師的火槍兵追著打 正面非常多單位直接在城門面前開扁 有一些村民沒辦法來得及逃得回去城門裡 目前這邊城門雖然門戶大開 但是後面東西有點難進去 這邊能逃到家裡的村民只剩下一村 這一村能安然無恙嗎 哇...結果這一村也沒進去 所以村民直接倒光 好...庫曼這邊稍微要到了帝王時代 開始可以升一下重裝騎士的三級了 那立陶宛這邊也是經濟被包夾的者有點慘 那火槍兵也在繼續再輸出 那現在硬家基本上是倒光的情況 現在是四打三的一個問題 好...那台灣隊的分數稍微要來反超了 好...這邊做一個包夾 但這邊列體獅能打得贏嗎 哇...列體獅打騎士三分很高 直接撞爛 好...後方有大量生女在做招 招一招之後庫曼的騎兵隊也直接被化解掉了 這邊馬來的生女大隊做到一點事情 好...這邊開始土耳其展開他的精彩的寶推戰術了 好...庫曼這邊重新集結一波騎士 中間蓋下一座城堡 要來稍微控土控黃金了 那這邊工程戰項終於把上方的硬家的內患解決掉了 好...火箱畢竟終於深入到了這邊 那這邊的話要繼續持續打這個房子跟磁牆 才可以再繼續入侵進去了 那這邊的話可以考慮下個BK 火炮後面可以開始炸 但是這邊要到帝王時代 那米奇拉斯這邊城堡時代還有一段時間才可以上到帝王 所以目前為止他只能用火箱兵稍微騷擾 所以他不能太照鏡 因為這個火箱兵隨時可能會被處理掉 像是騎士啊...生女找一找不注意就沒了 那目前兩邊都打到帝王時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誰的文明經濟比較好 是個大問題 那台灣隊目前很明顯是四打三的情況下 硬家也可以順勢不計的一個狀況 台灣隊的優勢非常明顯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打贏這些列提斯 現在阿甘廷列提斯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這邊列提斯直接撞了一波 但是沒有直接開打 那大概條盾的一個遊俠也出來之後 才會比較好打一些 那目前條盾開始慢慢進攻囉 共產協制刀槌也補下 結果打的是步兵疾病的路線 這邊有一些駱駝直接被撕了 好這裡有少量的中東騎士沒有空好的樣子 這邊蘿莉趕快再圍一下 好條盾這邊經濟非常好 那這邊台灣隊能打的目前只有庫曼 那驅著羅倫這邊由於前線出了一些工程戰像 然後又在前線做一些操作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讓經濟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待會親測經濟起飛 直接出些大量駱駝 就可以直接擰壓對手的列提斯 跟這個重裝遊俠 那這邊條盾也是看到大量的駱駝 也只能被迫轉出大級兵出來防守 那待會立陶宛的列提斯 遇到這些駱駝還是有點麻煩 好列提斯稍微往下南下 這邊南下會撞到對方的軍隊 這邊直接開打應該沒問題 但數量後面有點多 這邊不敢直接硬拚 好這邊列提斯打擊 騎士的攻擊力非常高 好火槍兵直接開射一波 好那庫曼也上到了帝王磁彈 遊俠眼睛生產好了 那我覺得重點是在左邊這個地方 哇靠你怎麼左邊這樣一直上去打 不對不對不對 急兵趕快退 這個急兵很硬的 近防有這個0加4 那待會再點下3防之後是0加5 駱駝打一下也只有4攻4滴血而已 所以千萬不能跟對方的急兵硬打 那就要看一下 驅逐羅倫要不要出一些人型奴炮 做一個串燒的效果 那這邊不然就是要靠隊友 出一些火槍兵喔 有再出了 火槍兵打擊兵的效果就很棒 好這邊巨型頭司機應該是能拆掉 在右側這邊直接抓一下挖進村民 KW這邊做了很多事情 分了非常多的遊俠到處做事情 KW這邊 羅莉這邊有點慘喔 這邊直接被 條盾的騎士硬上 但不幸好幸的是 條盾現在才上遊俠 所以殺傷力到還沒非常誇張的地步 好這邊毒口毒的很棒 把敵人鋸置於門外 好下方這邊遊俠沒有礦號 馬來的強奴加上急兵已經開始出鞘了 好雙方城堡開在攻擊 那這個城堡能不能守下來呢 好那波西米亞的城堡直接倒了 第一座 那目前阿根廷好像有機會要拿下勝利了嗎 好印加這邊5TC6TC直接開農 但是烈提士用強大的軍事能力直接碾壓了 吐曼的遊俠 那這邊轉出了一些清茶式想要來反制烈提士用的嗎 收 quest 好驅著羅人的駱駡移過來之後 烈提士就不能再那麼囂張了 被駱駡砍到還是非常的痛 左邊提士可能要爆 駝車也出keys 欸咦 咬個一波 很痛 中間城堡都已經被收掉了 那目前是敵方 阿甘廷稍微有點小小的優勢 但我不確定 硬家這邊要趕快復活 要打到什麼兵種比較好 好 右邊這邊開戰 霧曼拉了非常大的量遊俠 後方有兔爾西火槍在做輸出 雖然兔爾奇這邊被打得有點慘 但是這邊兔爾奇火砲術已經好了 射程12加2的一個射程 直接開始反擊 那目前只要打贏馬來的話 就很有機會可以打贏 哇 這邊大量遊俠 直接入侵到了蘿莉家裡 這邊要趕快產更多的疾病出來 因為這邊破細密的疾病 是對遊俠馬的單位 是有外傷害的加成的 那這邊經濟不是夠好的關係 所以疾病數量並不多 反而轉了一些戰卯 一些用來打條盾的一個級兵喔 所以才出這麼多戰卯在防守 所以才出這麼多戰卯在防守 好 那立陶宛這邊 給的壓力是很大 這邊出來挖野精 結果被立陶宛的獵體獅抓了個正著 好 哇 台灣B隊這邊似乎有點尷尬 怎麼好像要被滅的感覺 蘿莉好像快沒呼吸了 哇 外地帶直接衝進太多 哇 烈脈勢帶直接衝進來 要來開統這些村民 哇 要來嗆嗆嗆嗆嗆嗆了 很痛很痛很痛 兩下一吋 痛爆 好 看起來蘆莉銀金 沒辦法再繼續作戰了 右方這邊攻防戰還在持續來回 遊俠加上火槍兵的一個博弈 哇 這個砸得很棒啊 什麼東西砸到了 哇 投資車 哇 帥一發 哇 蘿莉的戰貓直接被砸光 死去 怎麼辦呢 看起來我覺得台灣隊兇多吉少 好 謝謝馬弓 跟這些疾兵跟強弩 好 所有火槍兵輸出打一波正面開打 後面有少量吉兵在做輸出 但是後方有這個突勒騎的馬弓 突勒騎的馬弓可以高達100滴的血量 待會這個奇兵經冠科技點下之後才會提升 那這邊火炮後面直接開閘後邊的強弩 正面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後方後去的火槍兵跟馬弓 算是有點不及對方馬來的 那台灣隊這裡感覺是有點慘 欸 這邊突然又守下來 外面這邊蓋了大量城堡 哇 起死回生 好 那這邊稍微狗住之後 大量的戰貓還是可以繼續做輸出 好 立體獅子再慢慢往上補了過來 那硬家這邊感覺快要農回來了 經濟越來越好 好 立體獅子再慢慢往上補了過來 那硬家這邊感覺快要農回來了 好 那目前台灣B隊要想要打贏的話 是絕對讓對手不能跑起貿易線的 那台灣的話目前貿易線已經開始跑了 但是阿根廷B隊貿易線還沒有穩穩的跑起來 那以這樣子現在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台灣B隊是有機會拿下這場勝利的 好 留下這邊要不要去打一下強弩 對 強弩趕快貼一下 火炮稍微做一下反擊 這些強弩是需要去抓火炮 用火箱兵用的 好 滿來強弩還是不錯唷 好 接下來看一下左邊條頓這邊一直在互打 好 兩邊的屍體也是滿多的 好 中間一個提示這邊再打個一波 好 但是這邊沒有繼續出列提示囉 哇 立陶宛這邊已經斷金了 黃金歸零 但台灣這邊有在跑貿易的關係 所以黃金數來說是比較OK的 雖然正面來說感覺是沒有打贏的 但是越拖後期他們就會發現 欸 台灣對著黃金怎麼還是這麼多 因為貿易線早就已經建立起來了 這邊貿易都在跑了 非常大量的 好 這座城堡能夠擋住嗎 擋住 守不住 哇 土耳其城堡直接掛掉 滑了 後方的馬弓 還在努力擋這些級兵 還在努力擋這些級兵 這裡有四台巨頭 台灣隊其實只要再撐一下下 大概再撐個十分鐘左右 對手應該就會知道 黃金上烈士非常多 好 那台灣隊這邊開始也慢慢打得出來 左邊這邊城堡也開始做一個反攻了 正面右邊 土耳其有點被騷擾到自己家的農田部分 立陶宛這邊展出了大量的波蘭伊騎兵 但波蘭伊騎兵是沒有四三攻的關係 傷害很低喔 只有9加2 但是這邊用強大的經濟使用負量壓制喔 開始把這個隊伍壓了過去 雖然沒有列提斯這個單位可以用了 攻擊不夠的關係 但是肉麻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五十幾隻肉麻直接四處亂竄 這邊應該要扣一下趨著羅喔 那個少爺過來打一下 因為肉麻太多了 但是又是 在左邊又有遊俠要處理 所以現在遊俠有點自顧不暇了 那目前 硬家這邊轉出了大量的級別 三攻三防都好了 好 土耳西的城堡又再垮一步 阿根挺B隊是不是又拿到上風呢 後方 哇靠這邊這麼多肉麻直接淹了過來 台灣隊的貿易線可能要被砍到了 好中間這裡 巨型頭司機也在開始慢慢拆 但是人型奴砲已經出來了 打這些垃圾兵的傷害其實是非常高的喔 哇現在四處各地都在著火 條盾利用著自己的級兵加上頭子車 一直把這邊的駱駝跟戰狼一直逼到城堡下 好 那立陶湾這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豆馬還在追逐這些貿易車隊 這邊也是喔 好 台灣隊經濟開始有點變慘了 村民速度開始下降 好 但是少爺落後終於過來救了一下 這邊台灣隊是不是要出事了呢 台灣隊分數現在明顯落後 那肉麻部分快要抑制住對手的肉麻亂串的問題 好遊俠開始補得出來 哇經濟開始跑好起來了 KW經濟貿易穩穩的起來 哇 哇 頭死車在砸 戰毛病 嗚 這邊有點小小尷尬 這邊又有更多的肉麻又淹了過來 好 紅色的重點下精銳槍隊長 並加這邊終於有東西可以玩了 槍隊長轉出來之後應該經濟會不錯 哇結果少爺KW DAI打出了GG 台灣隊 輸給了 敗戰庭 不是敗戰庭 阿根庭 哎呀 台灣隊居然打出了GG 我還以為台灣隊會贏了 我們是不是少看一場 現在是E3 那中間應該還有一場我們漏掉 我們待會再回去看一下比賽 好像RP有點搞錯順序的樣子 好那台灣隊這邊經濟看起來是不錯的 欸還是我這邊按錯而已 欸是這樣子嗎 2比2嗎 好像是2比2齁 欸剛剛上一場是誰 上一場是那個 台灣隊打阿拉伯輸了嘛 那在上一場 第一場是什麼 欸有點忘記了 哇我真是玩到十字耶 撥到十字咧 好KW這邊經濟很好 但對手這邊裝甲塔那些的一個戰術 打得還是不錯的 那立陶宛這邊經濟真的很猛 6萬的肉 那目前看起來這場的一個最大問題 是後續的一個戰術 並沒有溝通好 那米奇大師這邊經濟也沒有非常好的關係 所以火香兵跟馬公部分 沒法出的非常的隨心所欲 貿易雖然有在跑 但是時間給的不夠多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左邊這邊PUSHIMIA 沒有完全沉洗 這個榴彈炮遲遲沒法出來 要是榴彈炮出來的話 就可以痛擊這個條盾的一個中型投石車 就有機會可以打贏 那黃色的部分我覺得做的最好是 遊俠也有出 然後急兵也有出 攻城西也有出 然後城堡的射程也有點 然後造成對方的一個 潛壓的部分會很難打 因為城堡射程太遠了 你出火炮是沒法攻擊到的 那印加部分就不多說 印加是前面拖時間 後期轉出疾病防守 跟拆建築物 這個事情已經做到也是很多了 所以總總而言 阿根廷這邊打的一個 經濟基礎還是比較好一點 台灣這邊羅莉可能是被燒了太久 經濟一直無法起來 所以導致輸掉這場比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最後一場的比賽吧 Operent Uhm Operent 腰